我這個時候應該要去問價錢了吧 因為剛剛上面那一套他弄 對不對 他出的 那小弟我過來跟他學姿勢 那我一定就是 啊真的 我來 我來 老闆多少錢 十價 怎麼點那麼多啊 我想說 附近有Seven 那我就去Seven那邊領錢 結果 監獄 我只要領一千塊 然後我就顯示金額有沒有 對 六百 我就只剩六百 然後可是Seven他不能領百元超啊 對 要去找有那個 對 郵局啊 對 可是我那邊不熟 所以我就 凌晨兩點打電話給我老婆 我老婆還在睡覺很生氣 你到底要幹嘛 不過我現在急需用錢 因為我要請那個大哥吃飯 這半夜出來吃什麼東西啊 我說 不要不要真的啦 這個我要付啦 你先幫我付過來 因為我那個郵局裡面只剩六百 好啦好啦 他去弄 然後過了差不多十分鐘 打電話 好 錢進去了 那我就領一千 一千領完出來 余兒剩下十七塊 他只會成數四百給我 好會算 然後我就去付那個錢 我還剩下一百多塊 那個大哥說 我煙沒了 你幫我買一包煙 你抽什麼煙 他還抽那個九十幾塊的煙 弄到我身上 我身上三十塊 然後我就去 然後隔天 你那邊有沒有兩百 我坐下計程車 我沒有辦法回台北 就這樣啊 他只給你這麼剛剛好 你半夜把他叫起來 然後他就是多給你 就四百 剛好你可以領出來就好了 這故事你有完整的成數 你都給老婆聽過嗎 並沒有 為什麼不跟他講這故事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還滿 就很糗 你知道嗎 就是 然後如果你跟他講說 你們吃路邊攤 可以吃到八百多 你們怎麼吃的 又更慘 拜託路邊攤吃八百多 常常有好不好 這要點真的是可以的 可是他就是 因為你還叫了一個熱炒 對啊 重點是 不是我點的 我一直以為只是喝湯味 而且你叫了八個菜 對啊 八個菜 你等於每一個菜都沒有多少錢 都小小一盤 九十九元熱炒那專 可是我身上只有七十五 那Kim呢 像我平常買什麼一定要跟他請款 有一點他生日 我想說我十一點多下班 想說給他一個驚喜 去買蛋糕 可是身上只剩一兩百塊 我跑了三四家蛋糕都買不到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超小的蛋糕 然後買回去給他 可是他很感動 就給我一張信用卡 可是有蛋酥 有蛋酥 他是嫌禮物不夠的意思 我買不起 我就只能買一個很小的蛋糕啊 那一天我們有時候 我們要去外面過 然後沒想到他就是很有心 把自己生下來零用錢 然後買蛋糕 可是就是過年過節 我會給他多一點錢 現在過年過節 或誰生日 給多少 很多 蛋糕也用一千 講得很偉大 講得很偉大 哪一千 幾千 Wil呢 因為我的錢是剛剛好只能夠吃飯 那如果我在上班途中 想要喝一杯手搖的飲料 我就要在心裡天人交戰 喝了 我就要晚上幾點多才能吃飯 因為一餐就沒有得吃 就只能二選一 當然是水飯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喝水就好啦 喝那個 茶都是 某個國家來的 有灑那個成績 然後喝起來不好啊 那珍珠都擺很久 那你就吃便當啊 那是澱粉 澱粉也會飽啊 還可以喝一杯十塊飲料 他的零用錢只能為止生命機 對啊 基本生命機 就跟有其他的 他有一個洋寵物 對啊 撒基努在收人家 他是五百 五百才同期那個三百的 你差點流落高雄 你知不知道嗎 聽不清楚 你下次還有我心裡吃花生 好 謝謝 只能這樣 我只有陽光 空氣 水 還有六十塊這樣 我們還要行光合作用 對 聽完現場人物的心酸故事之後 只能說這實在是太慘烈了 在太太的嚴格管控下 每筆零用錢的花費 真的都得津津即將啊 而接下來 就是老公控訴的時間了 究竟三位演藝圈人夫 有什麼話要說呢 三位請 男生請 老婆 當年我為了讓你有安全感 所以把經濟大權敲給你 那不代表全部的錢都是你的 然後你從當年 就給我兩三千塊到現在 你知道嗎 2007年 刺激房貸發生到現在 各國都在印鈔票 我們的購買力已經下降了 請問你還要給 還要給我兩千塊多久 你要滿足了耶 以前沒有兩個孩子 我就給你這樣 到現在多了兩個孩子的開銷 我還是給你這樣耶 而且為什麼不給你 其實男生要自己檢討 永遠吃飯還有最後三道菜 他就開始 不管是不是他請 譬如說美人姐今天朋友要請他 到最後還有三道菜 他也是跟我說 叫你去買單 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每一托 你都要搶著去副帳 不是說要小氣 但有時候兄弟之間其實 有些場合不需要你去搶副帳 但他就很愛面子 他任何時間他都要副帳 有一個是負責 不是負責 不是負責 不是那個 我在徵求我個人的權益 雖然我們應該跟周平哥吃個飯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搶副帳 我才不給你這麼多零用錢 你辦卡給他 我辦卡了美人姐 為什麼要限制他錢 就是因為辦了卡給他 有一次這位王先生 就請朋友去吃飯 然後刷了一筆錢 回來也沒告知我 到了下一個月信用卡一來 天啊 我先看到了101 請在101 我想說 本老公去101幹嘛 然後我就問他說101 然後再看旁邊的金額 有沒有 你還只有2千塊零用錢的 他去101請 可請了3萬 太誇張了 好誇張喔 鍾銘哥你下次用卡的時候同志一下 對 我們下次可以給你一次嗎 我長那麼大 我長那麼大都還沒有請過我的姐妹去101 吃了3萬多耶 你... 你知道我的心情嗎 什麼心情 因為你本來請人家吃飯是很高... 很高興的一件事 很光榮的一件事情 那那個朋友是我好兄弟的朋友 然後他們到台北來 那就請我接待一下 那我就想說呢 那一定要幫朋友做好... 做好那個麵子嘛 對 所以我就請他們去吃了 麵子害了你 然後其實呢 我早就知道了要這麼多錢 其實那天我是... 忐忑不安 很忐忑不安的吃完那一頓飯了 但是你能不能不要給我這麼大的壓力 我沒有給你壓力 還有... 還有... 你要知道 你在買東西 我從來沒有顧問過一句話 你買什麼 我都不會去看標價 甚至有時候我明明看到新的東西在家裡 你跟我講說是姐姐的 我就相信了 好可憐 但是... 但是... 有時候我只是要跟你 要一些錢來買一點點... 東西而已啊 而且我那些東西買了之後 它會存在在買樹 幾十年之後它會長大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居然跟我說 我買那些沒有意義的東西幹什麼 所以有一次我就很生氣的跟他說了 我們的錢是我們兩個一起賺的 不是你賺的 你在買我都沒講了 為什麼我在買東西 你一定要限制我 跟你講 你這樣子講 觀眾朋友又覺得我這個做老婆的 真的很糟糕 對啊 真的 因為基本上我個人是覺得 只要買了 自己會用的 實用的 多少錢我都OK 像我買包包我會背 我買鞋我會穿 對 我買衣服我會穿 我買包瓶我會穿 我買包瓶我會穿 但是你買的櫃子 你又不會背 買樹 買樹我們都拔 買樹我們都拔 我們都拔 買樹你也不能吃 買樹你也不能吃 對不對 它又不會長出東西 長出果實 有 有長出果實 有嗎 有 去年 去年 帶了四顆咖啡豆回家 對 四顆 四顆咖啡豆 結果了 可以泡幾杯咖啡 可以沖一杯了 它不去嗎 重點美恩姐還跟我說 不要買咖啡豆喔 我已經在種咖啡豆囉 然後隔了一年之後 有一天 開車喔 來回三個鐘頭喔 開回來好開心說 咖啡豆收成了 然後一放在桌上 四顆 真的四顆 真的四顆 你到底有沒有頭腦啊 不是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能夠種出四顆咖啡豆 我就能夠種出千千萬萬個咖啡豆 我跟你講 因為它是第一年生的啦 我不會照顧 所以你知道嗎 這是合理的投資 所以不要再 沒有啦 你希望能夠爭取到多少錢 五萬五萬五千 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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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這樣好不好 美姊你在這邊當個裁判嗎 好 他只要把絲的 都拿出來歸功 我就給他多一點 還有 還有 原來有 沒有亮牌 趕快招出來 老婆都這樣講囉 我跟你講 男生你們不用相信他 真的 真的 他鵝美 他新竹的那個地方 我只要每半年去一趟 天哪 又蓋起來了一塊地 然後我都沒有多給他錢 他也沒跟我請過款 可是那邊 沒半年就會 又多了很多東西 也被女人蓋的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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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